各位画友你们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这两颗新买的兰花 这两颗是不是看到它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但是当时买的时候 这两颗是全部里面是最粗壮的两颗 所以就是决定买它们了 首先你看这颗大颗的 它是有三只花梗的 而且呢 它是很多花苞的 而且叶子非常多 这颗花 花瓣呢 有点红边的 就是等于好像那个摩树丝一样 非常之多花 超薄 我看到它的花梗呢 也很粗壮 你看那个花 花结那边呢 每个眼呢 都非常之突出来的 很饱满的 它的根啊也很很饱满啊 爆盆了差不多 叶子 叶子也是非常粗壮 叶子非常多 所以我们其实买花呢 所以我们其实买花呢 呃 它生的非常非常多 也是三只花梗的 但是它每一只梗呢 都很多侧枝 侧花芽 我数了一下 都有五十多朵 如果开好的花 非常之茂盛 你看到它能够生到 那么多侧花枝呢 就知道它这颗花呢 是很强壮的 它不强壮 不能够开 不能够打那么多花枝吧 它的根也非常好 很多根啊 那其实呢 买回来我看到它的 它的治疗非常湿 所以呢 我就会垫那个 一块那个 擦花的海绵 垫着它 给它吸 就是这样 给它吸水出来 不要放在套盆里面 套盆里面 会很闷热它 那而且呢 我觉得你要放在 那个空旷的地方 好一点 它容易晾干啊 好 我一般呢 就是放它几天 放在这个餐台里面 餐台上面 就给它 大一点的地方 给它晾干一下 那你买回来呢 那你买回来呢 千万就是不要去 拆盆啊那些 怕它影响 影响它那个 吊包 那我那个面头上面的 那个 资料呢 给它挖 挖开了一点 给它拨开一点 嗯 那个颈部尽量 不要太多资料 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收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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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